整體上其實從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鎮雨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跟東北部 甚至東部地區 雨量上還是會比較偏多 降雨會比較持續 尤其在東北部的雨量是會最多的 我們預估南方雲系北移的一個影響 大致上就會持續到明天周六 但是在周日呢 因為還有封面逐漸的通過 所以天氣上還是會比較不穩定一些 一直到周一 隨著東北風逐漸的增強 到時候水氣才會有逐漸減少的一個趨勢